经历了擂台之王以及one night stand的势力后 摔三代兰迪奥顿终于在复仇主赛场 打败了号称摔跤机器的quit and go 接着便在Saturday Night节目中挑战传奇选手Hulk Hogan 在接下来的夏日狂潮比赛上进行对决 反而就在Hogan答应了兰迪 并准备带着漂亮女儿眼离对他俯视眈眈的毒蛇时 狡猾的兰迪却背着Hogan向布鲁克展开攻势 于是健壮后的Hogan做出了主旨 认为以自己过去的地位能让摔三代有所畏惧 但没想到不讲武德的年轻人却选择以退为境 向Hogan使出了大招RKO 你好 欢迎来到绿眼睛频道 今天绿眼睛将为大家带来 传奇杀手兰迪奥顿的故事第七篇 在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和点击小铃铛 你的支持将是眼镜胸的动力 在与Hogan预定了夏日狂潮上的比赛后 为了报复传奇选手不让自己接近布鲁克 兰迪竟安排了一众演员模仿了Hogan家族 试图在擂台上向传奇选手做出羞辱 而就在四位模仿者登上擂台后 儿子尼克便向兰迪表示 自己长大后希望成为和父亲一样厉害的摔跤手 于是兰迪毫不客气的将尼克摔下了擂台 声称这是摔跤手所必须面对的其中之一 并表示传奇杀手会在夏日狂潮比赛上 结束Hogan的职业生涯 接着便将目标转向到了女儿布鲁克的身上 认为作为父亲的Hogan不应该过度的保护 随后便吃了布鲁克的嘴巴 然而就在享用完人家女儿的穷江一夜后 不可疑似的摔三代毫无意警的使出大招RKO 将Hogan狠狠摔下 而看见老爹被对手摔的不省人士的布鲁克 却依旧对父亲的敌人表现出了难分难舍 两人目不转睛的联系在了一起 接着就在夏日狂潮比赛前的最后一场弱节目中 十字未随的兰迪再次召来的冒牌Hogan进行表演 然而就在假Hogan以兰迪演的不亦乐夫的时候 鲁甲包换的真Hogan来到了现场 登上了比赛擂台向摔三代做出了攻击 指出一脚Bigfoot将其踢下了擂台 而将Hogan演得出神鹿化的冒牌Hogan 净胆敢向Hogan发出了进攻 结果明显小一号的他 换来的Hogan的一番调教 步上了摔三代的后城 狼狈的被Hogan抛下了擂台 随后Hogan便向兰迪做出了警告 要他结束对其家人的玩笑 并会在夏日狂潮比赛上 让鲁秀未干的家伙 了解到何为WWE最伟大的传奇 然后便以自己的招牌动作 撕衣服结束了这场演出 来到了2006年夏日狂潮主赛场 传奇杀手兰迪奥顿将面对比 松仗者更有分量的传奇选手 Hogan之间的比赛 而就在这场传奇对壘传奇杀手的比赛开始后 深境百战的Hogan便以各种手段 教训了无理的摔三代 包括啃对手的头部 戳对手的眼睛 以及撕开对手那不听话的嘴巴 报复摔三代对自己以及布鲁克的不敬 但能得到传奇杀手美誉的兰迪 当然也并非省油的灯 在经过了前辈的一番思念后 兰迪看准时机 向Hogan受伤的腿部进行了重点攻击 并在成功减弱了前辈的作战能力后 兰迪使出大招RKO击弱了Hogan 但就在进行压制的过程中 Hogan将腿部放在了绳索上 导致不知情的兰迪 以为自己又干掉了一位传奇 结果就在主裁判宣布比赛重新开始后 难以接受事实的摔三代 以裁判发生的争执 但无可奈何的他 就只能选择继续向对手给出公式 可拥有神功附体的Hogan 却突然爆发 表现出了自己越打越精神的神力 一手指向兰迪后 以一脚Bigfoot踢倒了对手 并在观众们热烈的要求下 Hogan使出断头角终结了对手 就这样兰迪奥顿挑战失败 Hogan获得了胜利 结束了至今为止 在WWE的最后一场正式比赛 从组后的DX在WWE双打比赛中 可说是所向无敌 并导致长矛X失去了WWE冠军头衔 于是为了向DX做出报复 X早上的同样遭遇过 大锤子弃压的兰迪进行了合作 并在老麦的安排下 两队人马将在2006年 Cyber Sunday比赛上进行对决 埃里克则被委认为特邀裁判 而就在这场双打比赛前的数周内 两队组合便迫不及待地 开始了一连串的斗争 首先便是不可一世的摔三代 向恩斯大锤子开出了手炮 两人进行了首轮较量 虽然兰迪在比赛开始前 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战术 向大锤子进行了偷袭 但身强体壮的大锤子 很快便扭转局势 重拾了比赛主导拳 向摔三代给出了攻击 可就在被兰迪抛下擂台的那一刻 大锤子遭到了X的袭击 吃下了大招DDT 并被兰迪有机可撑 向自己输出了强而有力的进攻 但WWE女婿很快便又重新振作 为对手献上了一招亥逆后 大锤子尝试使出大招Pedigree终结对手 但却因为X的干扰 导致分心的大锤子 被兰迪使出背击者打下了自己 可兰迪的这一番操作 不但无法换来比赛的胜利 还反被大锤子再次摔下了自己 于是眼看大势已去的X 立即集中身智 向大锤子送出了一条罗布 Lita则在混乱中 将铁蚁大神叫到了兰迪的手中 以为可以就此打败DX团队 可身为玩臭鼻祖的DX 又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屈服呢 向迈克趁机偷袭了蓝迪的大象 大锤子则顺势接过了铁蚁 回进了蓝迪 并进行了压制 完成了独秒 赢下了这场斗争中的首回合较量 来到斗争中的第二场比赛中 蓝迪选择重整旗鼓 再次与大锤子进行较量 这回除了X与Lita陪伴出战以外 不可疑似的摔三代 还请来了艾里克以及Kozman前来观战 希望能借此增加自己的信心 但人家大锤子只需要一个算卖客 就已经绰绰有余 很快的就在比赛开始不久后 大锤子便先发头筹 使出Netbreaker击落了蓝迪 然后便以教科书般的方式 向对手展示了多个精彩招式 但由于台下的Lita因服装费不足 衣服穿得太少 导致大锤子一不小心 便将注意力放到了他的身上 结果便被蓝迪有机可乘 向其做出了有力的反击 成功减弱了对手的作战能力 然而就在蓝迪认为 恩斯将就此俯首称臣的时候 大锤子却在莱肥对抗过程中 以一招Hynick重夺了比赛优势 可就在利用Facebreaker击落蓝迪后 那服装费不足的Lita再次干预了比赛 令忍不住分心的大锤子为此付出的代价 吃下了大招背击者 而就在蓝迪准备成胜追击 使出RKO击落对手的那一刻 大锤子做出了抵抗 导致主裁判被撞下了擂台 自己也被长矛Agg做出了偷袭 于是圣迈克发挥了作用 向一众干预比赛人士做出了攻击 但寡不敌众的他 还是被Hynick成功 撞得倒地不起 最后看见实际成熟的艾里克选择出手 将铁蚁大神交到了兰迪的手中 而兰迪也没有辜负艾里克的一番心意 成功击倒了大锤子 完成了压制 报复了对手的铁蚁之仇 就在Cyber Sunday主赛事前 10月30号的一场落节目中 受星空Hynick搭档兰迪奥顿 向观众们分享了在上周打败大锤子的伟大时刻 并表示两人会在Cyber Sunday上的比赛 让一切变得更美好 然后便邀请了艾里克 Kozman以及老麦前来做客 而老麦也为两人送来的大礼 安排了兰迪与大锤子之间的第三场对决 并让受星空Hynick成为本场赛事特别裁判 对于老麦的宣布 Rader RKO表现出无比的兴奋 但你有丈量技我有过强踢 就在比赛开始前 大锤子向受星空献上了鹤里 使出大招Pedigree击落了长矛X 导致兰迪被迫在公平的情况下 与大锤子进行对抗 而就在两度被对手轰下擂台后 兰迪将大锤子引诱到了台下 两人进行了互相的打击 接着就在比赛重新带到擂台后 大锤子向兰迪的左腿进行了重点攻击 把摔三代搞得哭天喊地 所幸就在大锤子使出四字所记的那一刻 兰迪及时做出了抵抗 利用背击者打下了对手 然而就在摔三代用尽必胜耐力 使出多个猛烈招式向对手做出打击 都无法将大锤子蓄服后 兰迪开始显入疲态 而大锤子本想趁机扭转局势 但却被X干预了比赛 使出大招Spear撞向了大锤子 并请出铁蚁大神将大锤子狠狠教训一番 而就在兰迪准备在铁蚁之上 为对手完成大招RKO的那一刻 大锤子做出了反击 把摔三代摔向了铁蚁 接着便拿出了雷神之锤 以X手中的铁蚁大神进行了对抗 结果猎胜一筹的雷神之锤 打败了铁蚁大神 而来不及逃跑的兰迪 也非常荣幸地 享受了雷神之锤献上的祝福 结束了与Hawken之间的斗争后 在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下 兰迪与X混在了一起 两人组成了RATER RKO 向第X发出了挑战 而在老麦艾里克与Kosman的极力支持下 兰迪与恩斯大锤子进行了三场对决 最终以一胜一负一盒的成绩打成了平手 然而就在接下来的Cyber Sunday主赛场 兰迪将以X合作出战DX 这位号称传奇杀手的兰迪 又能不能够打败DX这支传奇组合呢? 绿眼睛会在接下来的影片中为大家一一到来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对兰迪奥顿的故事有所了解 欢迎留言与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